黄金在上周五的时候终于结束震荡 破位下跌了 那么是否能形成大跌呢 大家好 我是曹老师 最近用黄金的行情真的是非常刺激 在我们的黄金策略群里面的朋友也装得很满波满 因为在我们的群里 我和社区及其他老师会根据行情变动 及时把高胜利策略按到群里 而且最受大家欢迎的石盘直播 也是在这群里面进行直播的 如果你有兴趣加入我们的黄金群 可以用微信扫一下右边的二维码进群 或者说关注我们公众号阿萨社区留言黄金群进群 大家好 我是乔老师 那么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一 在本周的走势当中 行情也会延续上周比较精彩的走势 那么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也聊了几个话题 什么话题呢 第一个是黄金 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 在上周的走势当中 上个礼拜走势当中 黄金走的还是比较精彩的 其实上周我们的策略 或者说对行间方向分析呢 还是蛮 我认为还是挺准确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周的走势当中 星期一的时候 行情持续下跌嘛 当时我们的思路呢 就是延续下跌走势 顺势看空 然后在星期二的时候呢 我们也表示 行情的话呢 也是要往空的方面去博弈 后面虽然说有点冲高 但最终还是跌下来了 对不对 中三的话呢 最大的变盘 就是这根大阳线拉伸 这根大阳线拉伸的话呢 主要是因为 美联储利益决议 报外讲话 然后涨起来的 在后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发现 行情是持续震荡嘛 走震荡的一个节奏 然后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也是跟大家讲的 行情形成楼搓线的一个范围 那么金价呢 大概率横盘调整 所以说在周五的时候呢 并没有让大家 并没有给大家一个单边的机会 而是走了一个震荡盘整 在星期五晚上 大概就是一两点吧 因为当时呢 是我在直播嘛 星期五晚上 我当时呢 直播到晚上的十二点 行情的话呢 继续保持区间调整 它到了后半夜 才形成破位下跌 所以可以看到 在上周的走势当中呢 行情是先跌后涨 这个涨的话呢 是因为美联储利益决议 报外讲话 然后拉伸上来的 目前的话呢 这个影响已经结束了 行情有所回落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去分析行情 或者说去了解走势的时候呢 一定要对前期的走势呢 做一个了解 或者做一个回顾 这样的话呢 才更好的去把握 接下来的机会 这是黄金 你像原油的话呢 在上周的时候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啊 在上周的时候呢 原油是建议大家 回踩之后去做多 回踩什么位置呢 回踩70.5 它最终呢是到了70.3这位置嘛 为什么上周建议大家 回踩70.5去做黄金 去做原油多达呢 因为原油在上周的走势当中 它啊 在左侧有个比较明显的支撑点 我们当时说 行情走了一个反转之后 右侧在横门震荡 就相当于左侧这边的调整 所以可以看到左侧怎么样呢 左侧的话呢 它下方有个低点 这个低点呢 就是回调之后 逢低看涨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按照这个策略 上周五在下方 70.3 70.5附近 去做多的话呢 那么这一波微型反转 基本上就能抓到 所以我们去分析行情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的 从技术角度去出发 去把握市场的节奏嘛 那句话怎么说呢 市场会重演 对不对 那我们就根据市场的规律 去抓住它重演的这段行情 好 那么这个奖呢 跟大家回顾了一下 回顾了一下之后呢 那我们就开始 今天的这个行情正式讲解了 今天的话呢 也是跟大家讲四个产品嘛 欧元英镑黄金原油 那么先看一下 欧元的走势 欧元现在怎么样呢 先看一下日线级别嘛 欧元的话呢 在上个礼拜星期五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 欧元呢 一定要做空 为什么要一定要做空呢 欧元的话 你可以这样去想 怎么去想呢 欧元它为什么涨 这根大阳线呢 是因为美联储利率决议上涨的 后面这根大阳线呢 是因为欧洲央行利率决议上涨的 对不对 然后所以呢 我当时就说 这两个利率决议是推动行情上涨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消息面推动了欧元的上涨 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 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面 这样的话呢 消息面上来看 没有利多的了 对不对 再加上左侧压力位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样的话呢 周五下跌概率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星期五的时候呢 这不出现了大一线回落吗 大一线下跌吗 对不对 OK 那就很简单了 因为随着大阴线的下跌 这就比较明显的顶部信号吗 或说短线上涨暂停的信号吗 形成了阴包阳下跌走势 是不是 按照这个节奏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目前的小周基础图当中 比如说一小时级别 在一小时级别当中 我们可以加个什么 加个布林带吗 我们加了 加布林带之后 大家可以发现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大家可以发现 欧元的一小时级别当中 行情经过下跌 划根线过来嘛 跌到了左侧低点附近 对不对 换句话来说 你这里划掉线过来 划掉线过来 它是不是刚好涨到了 它是不是 像这波下跌嘛 它是不是刚好跌到了左侧 这根大阳线的高点 这个大阳线高点叫什么呢 这大阳线呢 它叫关键性的K线嘛 我们一般把它称为关键K 关键K有什么作用呢 它具有大涨大跌 给市场一种方向的作用嘛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什么呢 它跌到这个位置 跌到左侧的低点附近 刚好就是关键K的高点 有支撑效果 因此呢 短线肯定会有反弹的 反弹之后怎么样呢 反弹之后 预阻继续下跌嘛 是不是 那么按照目前的节奏 我们可以把它看来什么 看来一个大的反爆 大的回落 这样的一个节奏咯 按照目前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支撑点在什么位置呢 大概在1.088嘛 对不对 那随着现在 布林带下轨向上嘛 目前布林带下轨向上 行情寒盘调整 那么短线反弹概率是比较大的 反弹到什么位置呢 按照目前的节奏来说 我们先不用看太远 反弹到布林带中轨附近就够了 反弹到中轨附近就够了 只要什么呢 只要不突破左侧的小高点 那么这个下跌呢 方向是不会变的 如果说跌破1.088 假如说跌破1.088的话呢 它最主要的就要把这根大阴线 这根大阳线给吃掉 这根大阳线的低点在什么位置呢 在1.07800 1.07800 所以呢 按照目前这个节奏就很明显了 欧元的话呢 一小时级别 它的方向呢 是看空 对不对 什么点位去做空比较好呢 那比如说就1.093 布林带中轨嘛 1.09300 这位置去空嘛 止损的话呢 就放在上方 1.09700嘛 1.09 比如说再放高一点点 就1.09800 这位置 行情呢 顺势回落的话呢 那就是先跌到 1.088 然后再破位下跌 往下回落嘛 因为这个位置有点远 所以呢 我们不能说直接到 我们可以分阶段到嘛 比如这样的话呢 下跌目标 1.088 是第一个目标位 1.088 1.07 我看一下啊 大概是 第一个是1.088嘛 第二个的话是 1.08 0800 第三个就是 1.08 07 800 这个位置 所以按照目前这种节奏的话呢 主要呢 是看看这段 大阳线的空间 能否被吞没掉嘛 下跌呢 这方向还是要跌的 那我们就看它力度到底有多强呢 所以欧元在目前这个节奏当中啊 方向没什么问题 顺势看空 当然如果说你要反弹空 当然也可以 反弹的话呢 比如反弹到 1.097啊 比如反弹到1.096啊 或者说1.095啊 这种位置 目前的话呢 方向可以肯定 就往空的方面做 那什么点位做呢 对吧 大家都有思路 八线过海 各显神通呢 就看你自己选哪一个 OK 这是欧元 那么再看一下英镑 英镑怎么样呢 英镑的话 这个 就是在 上周五的时候 当然是跟他去聊嘛 说英镑跟欧元 哪个好 哪个容易做 哪个更有机会 然后最终的话呢 我当然说 我选择做英镑 对不对 后面的话呢 我就在我自己的 八级群里面嘛 直接布局了 英镑的空单 英镑空单布局之后呢 后面暴跌下来嘛 成功获利 那么其实可以回顾一下那天走势 那天怎么样呢 那天当时 当时这个 为什么要去做英镑的空单呢 就当时为什么会去喊英镑的 那个下跌这个方向呢 当时的理由啊 还是比较明确的 当时的理由是什么呢 有两点 第一个 当时英镑做空 第一个理由就是 美联储利率决议上涨 再加上英国利率决议 航金上涨 这两种刺激之下呢 它冲高之后 有回落的需求 第二个的话呢 涨到201.27900附近之后呢 出现了大阴线下跌 这个大阴线的效果 是什么效果呢 这个大阴线呢 它就是属于关键K 我们当时叫什么 当时给它学个名字 叫做断头闸走势嘛 对不对 断头闸走势 什么叫断头闸呢 断头闸的意思就是说 它直接大阴线下来 把上涨的信号给吞没了 或者说把多头给终结了 在高位形成大的阴线下跌 大的反暴的话呢 它就具有反转的信号 所以呢叫断头闸的一个走势嘛 后面我们可以看到 一次测试没有破 两次测试没有破 第三次测试的时候呢 直接破位下跌 对不对 所以可以感受到 目前英镑啊 这个图形已经出现了改变 什么改变呢 相当于做了一个双顶节奏嘛 双顶 它不叫M头 M头的话是中间有个低点嘛 中间来个V型 有个低点 那么这个呢 是属于双顶回落 双顶回落 顺势空的节奏 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呢 方向肯定是做空 有人还想做多吗 应该没有吧 对不对 所以按照目前这个节奏呢 你要去做多 也就是反弹个10点或20点 它不会有太多空间给你的 对不对 OK 按照目前的节奏 我们怎么样呢 比如说加一个什么 加根均线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根均线有什么作用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英镑的一小时级别 在英镑的一小时级别当中 你可以发现 这个行情 K线 在均线上方的话呢 以上涨为主 对不对 然后在均线下方的话呢 以下跌为主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也就是挨一下均线 摸一下均线之后 如果上不去 就继续下跌 是不是 思路呢 是这样的思路 那么按照这种节奏 我们可以看到 均线在什么位置呢 在1.27 这个位置 1.27 然后之前的紧线位 上涨压力位呢 在1.27 450嘛 对吧 如果说行情能回落下来 比如说它能回落下来 那肯定也是先跌到下方的平台嘛 比如说下方 比如说跌到下方哪个平台呢 大概就是在左侧大阳线的高点 1.26 200 或者说下方的低点 1.25 000 这个位置嘛 1.25 100 这种位置嘛 对不对 因此呢 按照目前这种节奏 因此按照目前这种节奏 是吧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认一个东西 英镑 它的方向 是下跌 是往空的方向去走 是不是 如果按照这种节奏 去想的话呢 做空 无非就两种 一个是反弹做空 另外一个呢 是顺势空嘛 对吧 那你可以发现目前你是要顺势空 还是要反弹空呢 你发现一下 看看这个信号是要提示你现在做空 还是反弹着做空呢 那肯定是反弹着在做空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出现比较明显的单针探底嘛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行情呢 处于阳线反弹阶段 所以呢 如果要做空就两个位置坐嘛 比如说在1.270这位置坐 要么就是反弹到1.27400附近坐嘛 对不对 至少我们去做交易 有比较好的点位呢 那可以再等一等 不用那么着急 所以按照目前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呢 要去做空单 可以在两个位置 1.27100 或者呢 1.27400 这两个位置去做空 往空的方面去做 这是空 OK 止损放在什么位置呢 止损的话呢 其实只要不破 不破上方这个小高点就行了 小高点是1.27900嘛 这位置确实有点高 所以的话呢 比如说你1.27100做空 止损的话呢 放1.27600就够了 那如果是1.27400做空的话呢 止损就放在1.27900这个位置 对不对 你要区别去对待 如果行情能下跌的话 假如说行情跌下来 那么下跌目标 就是1.26300嘛 这第一目标 1.26300 跌到左侧低点 如果行情能持续下跌 是不是 那么就跌到下方这个位置了 所以呢 我们怎么样呢 当然这里呢 也不是说 让大家直接去做这个交易 那怎么样呢 我们是在 把这个思路 把行情的思路 把行情为什么要看空 为什么要去看空的理由 12345 跟他讲清楚 原则呢 原理呢 跟他讲清楚 这样的话 怎么样呢 这样的话呢 大家可以通过思路 通过这个讲卷 去想一想 哎 这讲的是不是有道理 这跟自己的行情 跟自己的分析 是不是达到共振 达到同样的想法 对吧 点位 方向 搞清楚之后呢 那其实不用担心嘛 你做多也好 或做空也好 至少啊 自己心里面呢 都有一个 评判的标准 OK 所以呢 按照目前的节奏呢 我觉得啊 英镑的话呢 就往空的方面 再去博弈一下 反弹之后呢 顺势空就可以了 OK 这是英镑 那我们再看一下黄金 黄金怎么样呢 其实黄金的话呢 我也不知道你们 怎么去考虑它的啊 黄金呢 我们天天去分析 天天去交易 对不对 然后到了目前为止啊 它的走势呢 也是偏向于调整的 那么这里呢 就要大家去思考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这个礼拜 黄金啊 它会不会有大单边 或者说我们这个礼拜 行情呢 是走调整一些呢 还是走单边一些 对不对 一般周一 是用来干什么呢 星期一的话呢 要先想一下 本周大概呢 大概走什么方向 对 那比如说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根据我的想法来说 我先说观点 我认为的话呢 本周的黄金呢 会偏向于震荡 这个震荡的话呢 属于宽幅一点的 比如说20美金 或30美金的一种宽幅震荡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你可以感受到 感受到一个东西 目前日线级别的黄金 这是日线级别啊 目前日线级别的黄金 怎么样呢 在上周三 美联储历历决议那天 大涨之后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表现 上轨横着 布林带中轨 下轨都是横着 而K线呢 就是在布林带中轨附近徘徊 这种状况 或这种走势呢 它是比较典型的调整状态 也就是说呢 并没有太大的单边行情 给到你 什么叫单边行情呢 如果说从下轨 比如说反弹上去 这也是比较好的这个单边行情啊 对不对 但结果呢 它并没有 它从下轨反弹之后呢 没有到上轨 它在中轨附近 还蛮调整 是吧 刚刚我们呢 聊了一下日线级别呢 它其实偏向震荡 那我们再看一下 别的周期呢 比如说像四小时级别 它现在呢 有点点回落 是不是 一小时级别 我们现在最主要就研究一下 一小时级别 这种小周期的行情 其实你可以想一下啊 在上周的时候呢 重点提到的东西 叫做楼搓线 对不对 楼搓线代表什么呢 第二个代表的是 行情的一个震荡 一个范围 一个调整的范围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在上周五的行情当中啊 其实行情呢 它大致就围绕在了 2027 对吧 跟上方2047 这范围之内波动 如果星期五 有收听我节目的朋友啊 应该知道 上周五晚上的时候呢 行情呢 并没有走单边 而是走持续震荡 上周五的时候呢 我本来是想去做多单的 对吧 本来想去做多单的 但是点我也没有跌到 然后呢 它就直接晚上反弹了一点点 到了后半夜 也就是说我们在晚上直播呢 是延续到12点嘛 然后12点之后 我们直播就结束了 到了晚上 一点多的时候呢 行情加速暴跌下来 其实这是好事情 为什么是好事情呢 震荡行情怎么样呢 让人做的有点虚 什么叫虚呢 就是说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震荡结束嘛 对吧 所以的话呢 你老想着什么时候破位 那目前呢 你不用想这问题了 这问题怎么样呢 已经给出答案了 它选择破位下跌了 对不对 那目前你可以发现 诶 整点的节奏呢 已经很清晰 怎么清晰呢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 顶部呢 已经形成 对吧 这个顶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三重顶嘛 比方就是一号点 这二号点 这三号点 一二三 三重顶形成 行情拐头向下 是吧 那同时你可以看到 二零二七这位置怎么样呢 二零二七这位置是第一个低点 后面破位的时候 这跟大阴线嘛 大阴线的话呢 也是在这位置形成支撑 这是一个点 两个点 对吧 后面加速破位 才形成第三个点的破位下跌 所以说什么呢 所以说二零二七这位置 它的压力呢 是非常强的 压力强代表什么呢 代表目前反弹的话呢 它在这个位置 很小的概率 在这个位置 很小的概率会直接涨 大概率呢 会直接拐头向下 对吧 我们去做交易 也不是说一单 要撞个什么几百个点 或者说多少多少多少少 对不对 如果一单行情 来抓个五十个点 六十个点 七十个点 那其实都已经很不错了 或者说挺满意的 按照目前这个节奏的话呢 是不是 既然破位下跌了 这肯定是顺势空嘛 方向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没什么问题 只是说什么点位去做 就这个区别 是吧 按照目前的节奏呢 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说 行情要下跌 它先跌到什么位置呢 它第一个目标位 肯定是跌到 左侧低点 2015周位置 如果再次往下回落的话呢 是要跌到哪里呢 那就要跌到 左侧的关键点附近 或说关键K 那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在目前的行情当中 左侧上涨过程当中 这里呢 是第一个大阳线上涨嘛 对吧 后面的话呢 是小阳线 或者说阳线的持续拉伸 最主要的是 当时这个大阳线拉伸 这大阳线拉伸的高点 就在2005 按照目前这个节奏来说呢 我们当时我们就说了 破位了 下跌了 那我们就尽量往空的方面去做 按照目前这个节奏呢 无非就是反弹之后 继续下跌 继续下跌 这种节奏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 像这个黄金啊 对吧 像这个黄金 它的方向的话呢 应该没有问题 往空的方面做 目前的话呢 就是反弹之后逢高空嘛 按照这个情况 反弹 弹到什么位置呢 那最多也就是反弹到 2026 2027的位置嘛 所以呢 我们可以找一个位置 比如说2025到2027 这个区间呢 去做空 是不是 止损的话呢 不用放太多 我们止损 比如说放在2030 或者说2032 这个区间就可以了 如果行情呢 破位下跌 顺势回落 那么下跌空间呢 先跌到2005 如果能跌得更深 下方这个低点都可以去 但是我们做行情嘛 或者说做交易嘛 它也是一步步来的 不可能说直接跌到下方 1986这位置 对不对 那么2005破了 那就下方就2000点 2000点破了 那就是1990附近 目前的行情呢 它主要呢 还是一个调整为主的 它不是单边 所以呢 在这个走势当中呢 不用想的太远 只要你能抓到 未来5美金 50个点 或10美金 100个点 这样的空间的话呢 就可以了 行情 目前的走势呢 偏弱一点 但不管怎么弱 它怎么低 也不太会去突破 2027这位置 所以呢 越接近2027的时候呢 越可以布局空单 当然反过来 你可以这样想 2027 2027 是压力位嘛 那如果说 涨到2030上方了 那就不能多说了 如果来涨到2030上方的话呢 那么上涨就要开始嘛 下跌就要结束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啊 把这个关键点先找出来 目前行情的关键点就是 2027到2030 这个区间的争夺 上不去 那就顺势空 如果真的上去了 那我们就到时候改变策略嘛 或改变思路就可以了 OK 这是黄金的走势 那么黄金呢 它会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 先反弹再空呢 我觉得希望还是蛮大的 那如果你要一起去观众 行情的走势 那扫一下 频道中二维码 或者关注我们公众号 阿萨社区 回复黄金群 那我们到黄金群里面呢 一起跟踪黄金走势 目前黄金呢 其实还非常不错的 反弹之后 顺势空的概率 还非常大 那么到底 能否反弹到 2027这位置 再去空呢 我晚上直播相见 最后的话呢 来看一下原油 原油啊 说实在的啊 就是它现在呢 走得一点乱 这个乱的话 是乱在什么地方呢 乱在它今天 跳空高开上涨了 我们先看一下 原油的整体状况 原油的话呢 如果说你从这种 大的区间 日线级别来说啊 如果原油 从日线级别来说 你可以加个布林带嘛 它怎么样呢 它整体 目前是反弹的 对不对 原油的话呢 日线级别 它的走势呢 确实 大方向 比如说这种大的方向 是在往下回落嘛 对吧 这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下跌 会有反弹 下跌 会有反弹 下跌 会有反弹 对不对 这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那目前原油 就属于什么呢 属于下跌之后 反弹的阶段嘛 对不对 反弹 它总有一个压力位 或者说一个压制的位置 目前来说的话呢 压力位 比如说布林带中轨 对不对 这是一个压力位 比如说布林带上轨 这是另外一个压力位 是不是 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呢 目前出现反弹 那我们要找一找 它能反弹到什么位置嘛 对吧 OK 这是日线级别 再看看四小时图呢 四小时图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 它有点什么意思呢 有点搞那种 比如说像头肩底吧 它有点搞头肩底的意思 给它画一下这图形 这头肩底怎么画呢 按照这个走势 前面下跌嘛 对吧 反弹 回落 再反弹 再回落 再往上破位 它不就是头肩底了嘛 对不对 那么按照头肩底的原则来说 突破颈线位之后呢 就会形成加速上涨 这个加速上涨空间 就是颈线到底 颈线到头的垂直距离嘛 对吧 我们当然也先不用想那么多 我们只知道什么 你要知道 它有形成底部的意思 这个底部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上方压力线在哪里 72.7 也就是说 如果说原油突破72.7的话呢 有机会形成破位上涨 顺势上涨 如果上涨 涨到什么位置呢 那肯定是 肯定是涨到 左侧的高点哦 目前来说 左侧高点 在哪里呢 大致就是在 这个位置附近嘛 大致就在 74附近 是不是 所以呢 大家有个思路 什么思路呢 第一个思路就是 行情处于反弹阶段 是不是 那反弹 谈到什么位置呢 谈到72.7 还有74 这两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知道了 他如果涨 能涨到哪个位置嘛 对吧 先把这个位置 这个问题解决 OK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呢 我们再解决第二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什么点位去看涨比较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要调到小周期了 比如像三分图 在目前三十分图当中 怎么样呢 在目前三十分图当中啊 即使啊 他如果说你把这段行情 就这段行情啊 给忽略一下 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 这个大跌 反转这个行情 忽略一下 其实你可以发现 大部分K线 大部分的K线啊 他其实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大部分K线呢 是在这个支撑线 这范围之内 比如我们再画 画好一点 就大概这个范围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感受到 他下方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支撑 大致呢 是在71.5 那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 轮动进去 比如说 这段上涨 回踩 上涨 回踩 那么他回踩 是不是也是左侧 低点附近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呢 71.5附近 它是一个支撑 这个支撑的话呢 就有什么作用呢 就有多空分界的作用 多空分界 什么叫多空分界呢 也就是说 这个位置 如果形成支撑 对吧 那么就按照我们的预测 形成反弹 如果这个位置 不形成支撑的话呢 选择破位下跌 那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前面的正当行情 再次选择破位回落 那就不是上涨了 那我们刚刚所画的那个头肩底 右肩 右肩这个位置呢 就会被破坏掉 是不是 右肩破了 那还是什么头肩底 那根本就不是了 对不对 所以按照目前这个情况 大家就一个点 什么点呢 71.5这位置 或者说再加上前面这位置吧 71.3 71.5到71.3 是原油的支撑区域 这个位置不能破 如果不破的话呢 还可以形成反弹上涨 如果跌破的话呢 就会形成拐头回落 对吧 那我认为原油啊 它处于反弹阶段 上涨阶段 所以我不要支持原油怎么样呢 我不要支持原油上涨 就做多嘛 在什么位置做多呢 71.5到71.3 这个位置去做多 止损呢 不用带太远 止损的话 比如带个70.9 作为止损就行了 上涨目标就顺势看涨了 上涨目标顺势看涨了 不要涨到前高 72.5 再往上涨的话 74嘛 是不是 所以目前来说 像原油啊 它在这个位置附近啊 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就止盈止损这个范围 还是蛮好设置的嘛 对吧 比如单个止损 止盈止盈止损 这个比例呢 大概就是2比1 3比1 这还是非常不错的 一般来说 在变盘的点位附近 做交易的话呢 是最成本最好 当然怎么说呢 你在变盘 就算你在变盘位置 做单的话呢 有个东西就风险也高 这没办法 市场就这样的 高风险就高收益 低风险的话呢 收益肯定会低一些 所以来说的话呢 今天讲的四个产品啊 其实我觉得机会 还是蛮好的 像那个欧元英镑 选择反弹之后空 黄金的话呢 也是去往空的方面去做嘛 原油呢 就往多的方面 去思考一下 总的来说 这四个产品 能否给到大家机会呢 大家一定要关注 刚刚所说的关键点 支撑区域在哪里 OK 那晚上直播相见